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Pure Living 我们在剑桥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大学很有名的城市 其实很多业主都会可能是 在这里读书的学生的家长 今集我就想和Jason 去讨论一下究竟应不应该 去买一间屋 尤其是HMO 然后让自己的儿女进入家屋 加上管理 为什么我们想有这个讨论呢? 因为其实最近也有很多投资者业主过来 可能会说我打算买回一个 Single Lab Property 给我的小朋友去管理 可能买回来之后 他可能又可以住 或者翌日也起码有一个货币 我说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 可能买一间HMO HMO 起码其实回报一来就好一些 二来其实他又可能可以学到很多租务的动作 还有很重要是可以当一条生意去做 因为你一间HMO 你又可能有很多 rules and regulations要跟随 加上你又可能要负责一下 听不过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觉得可能一个Single Lab 就简单了一点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多东西要去管理 所以如果你说买回来 其实可能身为一个business这样的tool去运作 其实真的可能学到很多重要人生的经验 我自己觉得 你自己觉得 如果买一间HMO回来给自己小朋友 是否太多东西要做 还是你自己觉得是怎么样 我自己就认为是看小朋友的性格 我们刚才一路说小朋友 其实都是一个成年人 可能在读大学或者刚刚出来工作 要看他的性格 因为有些人本身他的study 真的很忙 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 其实你让他出国读书 来到一个这么顶尖的学府 其实你也是想他专注在学业那方面 起码暂时这一刻 所以你说如果他真的没有时间 真的可能他的课程是很intensive的 我未必会反对 但我未必说完全很赞成这一个好的动作 我自己觉得 你刚才那点我都明白 尤其是在剑桥 可能读剑桥大学 这样的 expectation 和study hours 是很intensive的 但我自己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自己觉得真的有很多是free time 有很多idle hours 可以utilize的时间多很多 你可以学一些新东西 可能是做一些admin的东西 我自己认为 一个HMO的business 其实是可以真的早点 expose 那些小朋友 那些年轻人 早点 expose 可能是money management 如何去负责自己的finances 那其实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skill 那你其实这些是月早学 真的可以帮到他 就是我自己 我们父母那时候 可能我们也有谈过这个话题 就是可能他们 我们父母那时候 也有说过 好像很旧的一辈 是做外卖当 在英国 就一早过去英国 但是其实他们可能 有少少protective 那就变成了他们 完全不想我们 碰到那个business 那就非常protective 直到我们可能到18岁 20岁那时候 都还没出过去 正式去做事呢 那我反而觉得 如果想起来 他那时候是给我们 多些exposure 去跟别人去沟通 跟客人去 假设如果我们 有在外卖当 去跟客人去沟通 或者是自己 辛苦些去 在后面厨房 切菜那些东西 其实你越早去 就是出去打工 出去这个社会去做事 其实你可能 吸收那个经验 是真的可能 有些skills 是比回大行 我自己觉得 这个我很认同 其实很多东西 真的要亲力亲为 下手下脚去做 才是最实在的 那举个例 其实在英国 如果你说 无论是一个HMO 也好 Single 或者自己 自住物业也好 其实真的很多 很零碎的事項 你都要去打理 例如好像 你如何去 apply 一个mortgage 如何去 apply cancel tax 如何去付 或者甚至乎 追 每个星期要推 什么垃圾桶 英国有三四个垃圾桶 什么时候推 谁出去 其实很多这些 我们作为一个 物业管理公司 我们是要教一些学生 其实如果你真的 有自己的物业 你会很快速地 去变成一个成年人 他知道自己是 翌日出来做事 是有这方面的责任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绝对不反对 这件事 就是因为这样 而去卖一间屋 去给你的子女 去管理 我补充一点 就是好像 刚才Ray 所说的 你其实好像 有些 soft skills 真的 你可能 读大学那时候 是学不到的 假设 我自己这些都是 一些 tips and tricks 假设 一个HMO landlord 怎样可以 运作整个HMO 和令到租客 是好听他的话呢 for example 可能他们 刚才Ray 说的倒垃圾 就是 谁可能 拉出街道 去让他那天 可以倒垃圾 是smooth 那些其实是很想 HMO tenant 会吵架的 因为说 我上星期间做了 又是轮到我 怎样可以 可以做到大家 是more cohesive 和 是沟通得好些 他可能会说 每年 去签约的时候 业主 就会可能 带全部的租客出去 英国之兴 去酒吧 喝酒 一年一次 业主 会带他们全部出街 吃餐好的 喝很多酒 变了 这些 soft skills 就令到整件事 for the full year 就很smooth 因为如果去到收租 那些时候 其实 大家已经friend 那时 整件事就会smooth 很多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 soft skills 我觉得是很重要 和你可能做一个 HMO 小的business 就可以吸收 很多人生的经验 还有之后一点 就是有这个stability 就是变了 如果基本上 小朋友在那里住 变了你基本上 是没有这个void period 因为基本上 如果有自己家人在那里住 你基本上 如果有人已经省了 notice 我下个月搬走 其实你已经马上会 大家知道 就开始找新的租客 其实在劍橋 for example 就非常容易找到新的租客 HMO房也容易租出去 那就变了大家是 more aware of 那间屋的ins and outs 所以就变了 stability 是没有了这个void period 在那里 就变了 一样东西 又是smooth了很多 嗯 你讲到stability 我也补充一点 其实除了 刚才Jason所说 也有关于你的小朋友 可以很stable 地住在同一间屋 因为对于住屋 其实在学生的角度 他们会很担心 尤其是到学年尾 或者第一年 通常会有扣 第二年 就是要你自己搬出去 找和朋友去夹租 其实这件事 我们自己亲身都有经历过 也都现在在租务管理的角度 也都有见到原来在劍橋 是真的很难很难去找一些租盘 租给学生的 所以这件事 也是可以减少你的小朋友的烦恼 好了 顺带一提 这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意见 无论是一个学生 家长 或者租务管理公司的角度 也好 其实都是想给大家一些分析 给大家去想一下 究竟买还是租给小朋友 是好的 如果大家有其他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记住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给我们一个like 记住share这条影片 和按一下小铃铛 下次出片 你就会见到 Thank you Bye bye by bwd6